嗨,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么这期课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大家期待已久地理位置的反编码 之前呢,在做定位的时候,我们只得到了当前用户的一个经纬度信息 并没有得到名文的汉字说他在中国哪个区,哪个地方,哪栋楼哪了解,对不对 然后这期课呢,我们就是会根据之前定位服务的一个课程代码 当获取到用户的经纬度信息之后 通过地理位置反编码,得到用户当前的详细信息 那么IOS呢,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经纬度得到用户的具体位置信息 在这里,IOS里面它有这样一个类 叫CL decoder这样一个类 它是专门管理这个地理位置的编码和反编码的 我们先声明这样一个,声明一个编码 变量 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对这个地理位置进行操作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传入一大串字符串 比如我们传入中国,广东,深圳 这样它会反映我们一些经纬度及其他信息 这个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传入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在完成之后会返回广东,深圳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我们需要这里手动加一个变量进去宿主 这个是错误信息 这个字符串我们比如说传入中国,广东,深圳 这样的话它返回的这个area 它就会反映一个关于中国,广东,深圳 在这个IRS系统里面通过他们卫星定位 会得到的一些经纬度,一些信息 我们这里传的是广东,中国,深圳 可能会area里面会只有会有一个值 具体是广东,深圳 但是如果我们这里不传广东,我们传一个后接 那可能在后接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地名都在后接了 那它反过就是一个宿主 里面包括了关于和后接有关的所有的一些宿主变量都在里面 它会是一个宿主,里面每一个宿主每个元素都会有对应的经纬度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还有一个升华版 它一个高级版本 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去取啊,可能就说会很茫然 对不对 我们这里还传后接的话 可能会把全球的后接都找出来 但是这里你看了没有 in region,这里传一个cell region这样一个属性 这一个cell region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把cell region里面传入一个精确度和范围进去 那么它返回的值可能就会更精确到了 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到后接 到某个区域的一个后接 是不是 就不会那么茫然 把全国的找出来 那就很乱 是不是 这两个方法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传入一个字符串 然后通过这个字符串编码 得到 传入一个地理位置的字符串 通过该地理位置编码出精度,精纬度信息 这个是上一个的升级 这个是上一个的升级吧 这个是上一个的升级吧 可以更精确 到区域 然而这两个可能都不是我们今天要用的 这两个只是说把汉字传进去 返回经 返回一些经纬度 而我们现在是拿到的经纬度 需要它显示我们所需要的汉字 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明显看到 首先传了一个location的变量进去 我们这里拿到了一个location 叫location for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它传进去 我们直接把它传进去 会得到 反观的两个值 我们这里做个判断 如果这个我们这里是 这个我方法我先写个座名 写个标子进去 根据给定的 经纬度地址 经纬度地址 反向 反编码 解析 得到 伏创 地址 好 这个方法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一样的 我们传过去是一个location location的一个变量 在这里我们是什么 一个location的变量 是从我们定位到了最后一个信息取得的 对不对 然后location 因为它里面还有精度和纬度 我们把精纬度传进去 然后完成之后 它解析完之后会得到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精纬度对应的一些信息的一个数组 然后这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它反而一个错误 那我们这里做个判断 如果这个tom带领说明这个解析成功 它里面有值 那我们就可以对照这个数组进行取值了 它这个数组里面是什么值呢 它这个数组里面是这样一个对象 它装的是cell place mark 这样一个对象 同样的我们通过通过通过 通过AR的 我们只取最后一个 有可能它是有多个 这里可能用物会有选择 对不对 我们在AR里面可以有多个地理位置信息 实际操作中 实际操作中 我们需要选择 那我这里呢 就取它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值来处理 Place mark Place mark 它是一个 包含了 所有 包含了 所有 所有 位置 信息 的一个结构体 这一个类吧 一个类 它里面有这么多一个精度 区域 还有这么多 Name 它都是get的方法 这个不能set 是不是 它因为它是客观的 一个定位到什么地方 就什么地方 那这有座名 嗯 local city 这是城市名了 这是sublocal city 明镜的 通用名了 那我们这里就不管了 我们country 我们先把country 国家打印出来吧 然后这个 Ocean州 我们打一个country 打一个 local city吧 打一个两个值吧 同样的 我们这里还是用一个 alot view吧 我现在的 中间 它不够 没有 这样 那看 我们在这里 开一个 质量 二 一 一 同样定位成功 我们这里直接把这个 PR 国家是吧PR Country 把这个字不串 PR.LowCity 这里就是通过这个 CLGCode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一个类 去调用它一个reserve 一个反编码的一个方法 传入我们定位得到的一个经纬度值 然后去通过这个经纬度值 一个数组里面取出我们 实际操作是有多个我们取出最后一项 它是一个SalesPlaceMark 这样一个 一个值 它是一个类 它类里面包含了很多属性 我们刚才看了 我们这里直接打印它的国家和层次 其他有很多属性 我们就不打不打印了 然后我们来弹出 弹框 然后这个同样的我们在模拟器上是看不出什么效果的 看不出任何效果的 我们跑一下模拟器 同样的我们还是要需要增机调试 我们接触到7.0 然后选择我了 iPhone 然后跑起来 哇你解锁了 稍等 重择我了 重择我了 好 这个Code 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等一下 好 启动了 有点慢了 同样的它是会问我需要订阅我点好 看到定位成功 中国 深圳市 那么我们之前定位啊是直接给了我一个经纬度 现在我们得到了中国深圳市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解析成功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过头去 看一下我们之前我们代码 确实我们这里是country国家和主要城市 那这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可以让他打印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加一些进去 哦 他有很多 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接进去看一下他有什么什么属性 我们需要把打印都打印 我们直接把这段烤过来 所有的这一串 都烤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注释一下 挑选我们需要的打印 我们直接放到这个地方吧 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一段 好我们随便挑两个打印一下 比如我们 我们sublocation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个 嗯 adress 有没有这个 adress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打印出来是个指点 不好 namb 看下有没有namb 这有没有namb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个 看还有什么可以打印 钢区 差不多了 邮政编码吧 我打个邮政编码 这个 这个比较 是吧 打个邮编这个比较强大 我们这里特别注明一下邮编 这样子 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 就重新跑一下这个应用 这一小推它就还满意了 这一小推它就还满意了 等下我去看 是机啊 帅了稍等一下 因为我启动了这个 启动了这个 再重新跑一下 启动这个同速者 他会要求我重新连这一次 很麻烦的 看到启动了 那这次可能就直接谈出具体的位置信息了 不会再次询问我们是否要 定位成功 中国深圳南山 明山高尔夫球会 游边 他没有返回游边啊 返回一个空的 这个明山高尔夫球会 这个是sub 就是 这属于sub什么会 就编上了一个属于 属于一个管理的这个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好 总之这个定位啊 大家就讲到这里 这个反编码 就到这里 那这游边他反过一个例啊 就说明这个游边没取到 是个空子 可能就是说他 当前不能判断准确的游边呢 好 那么这一刻就先讲到这里 这个 谢谢大家